接下来要询问大家 房屋租金要多少钱才合理 这其实一直都是房东说了算 但是内政部昨天表示 明年1月就要公布各个区域的租金行情 为了要推动租屋透明化 政府除了修法规定租赁的重建 以及转租的案件需要实价登录 包租贷管业者也要提供资讯 另外通过了租金补助政策了解 去年取得有效租约的案件 有65.7万笔 大约是占了整体租屋市场的75% 不过已经有房东在酝酿涨价 还提前跟房客预告 引发了很多租屋组讨论